一開始 我們要來觀看 十分淡水是出現十四度時的跡溫 是今年八地入秋以來最跡溫 今天早上各地的溫度也都比較低 台東高車也只有十六度日 不過澱巴桂風已經開始減少了 各地的日下溫度的提高兩三度 全台灣的天氣都很穩定 只有宜蘭跟花蓮有局部地獎荷 起上去表示澱巴桂風減少 各地的天氣 今天都能看到日後 今天日下相關的溫度跟澱巴桂 是可以提高兩三度 還有今天北部相關的溫度有十五度 中部南部甚至也有十九度 明天拜六星期兩天起上去表示 因為澱巴桂風繼續減少 北部日下溫度可以提高兩三度 各地南部天氣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還有在台灣東部海邊的水氣 慢慢地再刷一擺 明天東部會出現第一次進行 即使透過禮拜日 這點順庫會更大到北部跟中南部山區 所以提醒大家就要注意